國家教育部提出全面監管校外培訓機構的預繳收費 盜絕規空學費或者無法退款等情況 教育部聯同國家法改委、中國人民銀行等6個部門聯合印發通知 說校外培訓機構的預先收費應該全額納入監管範圍 包括通知發布前已經收取但未完成培訓服務的款項 要求地方政府採取銀行托管或者風險保證金的方式 開納專用帳戶進行監管 一旦培訓機構非正常庭業 學員預繳的學費可以由銀行退還 最大限度保障學員和家長的利益